我头条的粉丝姐姐要来选衣服了给孩子 我下来接她来 刚刚给我发的信息 来了 后边还有一个姐姐 买衣服了 小姑娘开心的 小宝贝正在跳 这个小红裤 看这是这个粉丝姐姐 拿着小衣服 一小灯 刚把粉丝姐姐送走 我发现我粉丝姐姐还是比较多的 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 因为我还没有开始正式营业呢 也没有出去摆摊的 今天就来人了 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 所以说我其实真的是建议大家去学着做一个私媒体 学着在这些公共领域去发声 因为当你真的有货真价实 或者是物超所值的东西的时候 会有感兴趣的人看见的 你像人家以前卖酒的 什么酒香不怕巷子身 你像现在的话 就是你有又好又便宜的东西 那你就不怕有人知道 其实今天就是我的货都还没有到呢 这只是我从石家庄拿的一批货 然后我从那个支里还订了一大批货 那批货还没有到呢 应该也就是这几天应该就能到了 但是今天已经开张了 真的是好开心好开心啊 我得赶紧抓点速度啊 赶紧把衣服弄完弄完了 然后赶紧去拓展我的种子客户 我还有好多好多想法都没有实施呢 到时候一边实施 一边给大家分享吧 拜拜下期见 新货已经到了啊 这是下款 有裙子短裤 然后上衣 牛仔短裤 防纹裤 抖抖裤 然后各式各样的小裙子 全都是专贵品质的 这是我这半个小时要干的活 就是把这些拆拆拆拆拆拆拆